有民眾上網爆料 自己最近經過徐巧欣家附近的巷弄 只是拿手機查地圖而已 但卻遭到遠景攔下盤查 不到五分鐘 我是經過 就是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用 騎機車的遠景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沒有做違法的行為 就是不可以被這樣子對待 他好像也有請求支援 後來又來大概30個行警 他們現在真的很怕 10號晚上7點多 無故遭到好幾名遠景包圍 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不過徐巧欣也自爆 同樣是10號下午3點多 也有人來自家樓下拍照 當時母親害人無可忍 開窗和對方互嗆 C先生強調自己 不是徐媽媽罵的那個人 直呼只是單純路過 就被警方盤查 我們只會兩晚睡 很像以前回到警總的時候 就是在路上一言不合 就可以帶走或是盤查這樣子 所以真的讓人家覺得很害怕 實際到徐巧欣住家附近的巷口 發現有巡邏遠景巡視 鄰居表示確實 最近很多人來關注 而警方則表示當天是接貨報案 才上前盤查 我會員警到場時 墓室發現其正在拍攝出家 並有監視器畫面為佐證 心理清會發現有跟騷或 保安秘密等犯罪之餘 徐巧欣深陷爭議 不少人把他家當成打卡店 如今徐巧欣蒐集證據 下午直奔警局要對騷擾者提告跟騷 徐巧欣從大公射詐 一路吵到都更疑雲話題 從沒斷過 猜除黃燕傑 馬運猴採用台北